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三十课 今天我给大家订的标题叫做组件之事件传递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一个是V-on,一个是Emit 一个是真听事件,一个是提交事件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们在前几期组件的课程中 讲的都是说副组件给子组件传递参数 那么子组件如何给副组件传递参数呢 就是今天咱们这课的内容叫做事件 子组件通过事件给副组件传递参数 咱们看一下是怎么完成这个数据流程 咱们先看第一个V-on V-on它一般用在副组件当中 它用于真听子组件的事件 然后当组件发生事件后或者说触发事件后 进行事件处理 换句话说,这个动作要发生在副组件当中 子组件它比如说有一个事件 那么副组件它想真听子组件的事件怎么办呢 它就注册一个方法来真听子组件的事件 这个用在副组件当中 接下来Emit Emit叫做发射提交 意思就是说我发射一个事件 咱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触发事件 或者说叫做触发 两个触发,一个就是说发射事件 就是说它是在用在子组件当中 它一般是把子组件处理过的数据 通过事件参数的方式提交给它的副组件 或者说叫做事件的真听者 您可能听到这个地方觉得有点糊涂啊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跟添书一样 是 这个光靠文字啊 都没法描述 没关系 咱们一看代码就知道我干的添书都是什么意思啊 好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今天例子呢非常简单 今天例子的标题叫做 人生加法 人生加法啊 其实说的有点太大了 其实今天咱们做了一个加法组件 把咱们传进来的两个值呢 进行加设 进行这个加法运算 然后呢 把运算后的结果呢 再返回给副组件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咱们的加法组件 add method 然后呢 咱们这个组件接受两个参数 A B 咱组件当中会计算A加B 然后呢 通过一个叫做 注意看这个地方 通过一个叫做add event 加法事件的这么一个事件 把加法的结果呢 返回给副组件 也就是说 现在咱们在副组件当中 这不是副组件内容吗 在副组件调用子组件的时候 来通过Von 注册一个真听子组件 add event事件的这么一个方法 方法名呢 叫做 请看 get add result 这个地方咱们要注意 虽然这个地方只有一行 其实内容很多 咱们再说一遍啊 add method 这个是子组件名 A等于6 A呢 是子组件的一个参数 B等于12 B呢 也是子组件的一个参数 好 然后呢 Von 这个是说 Von我要 这个是在现在咱们在副组件当中 Von 是要监听子组件的方法 什么方法 add event 然后监听到 如果说子组件 触发这个add event的方法之后 那么会调用 副组件的 get add result 这个函数 好 定义呢 我说完 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H3 这个H3打印一个变量 叫做resul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子组件 呃 传进了6 12 然后在子组件中进行运算 运算后的结果呢 赋予这个result的变量 这个result的变量呢 是副组件的变量 然后呢 把这个运算的结果呢 显示出来 这个是咱们html的部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渣发脚本的部分啊 首先这个地方 是子组件的定义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是全局的子组件 add method 就是说加法组件 然后呢 这个加法组件 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A 一个是B 然后这个子组件当中 有一个模板 大家看 这模板是干什么 这个模板当中 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叫做加法按钮 加把 当用户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激活子组件的一个方法 叫做click 这个不叫做方法 这叫做加法 这是叫做这个按钮的click式键 这个click式键呢 会调用子组件的方法 add 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子组件会在画面上显示出来一个按钮 当这个按钮按下后 会调用这个add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有什么内容 咱们看啊 首先定义了一个value的变量数值型 然后呢 让这个value的变量 等于等于谁 等于大家看 this.a this.b 这ab呢 就是传进来的参数a和b 那换句话说 咱们把这个参数ab进行了相加 这个地方按理说呀 如果想做的好一些 应该做这个数值的教验 你传进来abc怎么办 对吧 这个数值教验呢 我上一期已经讲过 这一期呢 咱们为了简化逻辑 这个数值教验部分呢 咱就不增加 但是呢 在咱们真正的项目开发过程中 是有加上数值教验的 大家请注意 好 那咱们a加b加完之后的结果 存到value里面去 那么怎么让副组件知道呢 接下来这行非常的重要 请看 this.a mit 我这个子组件会触发一个 叫做add下号线event的这个事件 就换句话说 不管是谁 只要用到我的这个组件 同时他注册了 add event这个事件真听接口的话 他就会接收到 接收到什么 大家再往下看 em的下面的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是扎了脚本的对象 会接收到这个对象的所有的内容 咱们对象内容呢 叫做result 结果 什么结果呢 value 就刚刚咱们做的a加b这个value的值 会传过去 换句话说 通过这么一句话 会触发一个add一笨的事件 同时把咱们子组件中的很多 这也不叫很多了 就所有的副组件所需要的数据呢 都在这个地方进行集成 然后呢 返回给副组件 那么副组件该怎么调用呢 咱们再看一下副组件的逻辑 今天这个课程可能之前有点多啊 咱们大家慢慢的消化 副组件首先 数据属性有个result 默认的是零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注意看啊 我这个地方多点两下啊 就是说 咱们一上来画面上会显示结果等于零 然后咱们副组件呢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get add result 它是什么 咱们看啊 就是这个地方 它来真听子组件的add event方法 所接收 add event方法 所返回的事件的内容 就这个get add result get add result 它们两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好 这是普通的Java脚本的方法 大家请看啊 Java脚本方法当中 有一个参数叫做pValue 这个pValue是谁 这个又是今天的重点啊 pValue就是咱们在子组件中 做事件触发的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是事件名 对吧 emit触发什么事件 add event 然后给这个add event传什么参数呢 传这个参数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注册了add event 通过这个函数进行接收 那这函数接收到的参数 就是emit的第二个参数 这个咱们大家要注意啊 好 接收到这个参数之后 然后就简单了 然后咱们副组件的 就这个result 这个result 让它等于传进来的参数的result 传进来参数的参加定义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让这个结果 赋予咱们副组件中的结果变量 就是这个意思 可能有点绕啊 没关系 咱们把代码运行一下 咱们实际运行出来之后 咱们再加深理解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 咱们试一下啊 Go 今天是第三十期 哇 不知不觉 三十期了 我这个view.js的课程 可能初几节 初几部分可能要讲完了 马上就要讲完 好 咱们看啊 人生加法 起来名挺深啊 然后这有一个按钮 叫做加把 就是这个地方加 就是这个地方加把 当它点下之后 会电用子组件的爱的方法 爱的方法 爱的方法会执行这么一大串 把它们传进来的AB值相加 反而给副组件 AB值 我在这个画面中定义 一个是6 一个是12 也就是说 咱们用6 加上12 然后返回给副组件 那咱们大家算一算 6加12得多少 18嘛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到我点下加把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地方应该出现18 咱们试一下 够好 18出来了 好 咱们把整体逻辑再理解一下 首先 我调用子组件 传两个参数 A6 B12 同时 我为了真听计算后的结果呢 我在这个副组件的当中 又定义了一个 真听子组件 爱的一问的的方法 叫做 get add result 好 咱们在子组件当中 定义了一个按钮 当按钮 加把按下时 会调用子组件的方法 爱的 这个爱的方法呢 会把咱们传起来的两个参数 A等于6 B等于12 进行相加 相加的结果呢 以事件发射的方式 传回给 副组件 今天这句是今天的重点啊 好 副组件通过get add result 接收到子组件传过来的参数 这个地方 然后把传过来的参数的属性 result 大家注意 这个result就是 这个result 它们两个是一个变量 那么副组件当中 会用自己的result 等于子组件传过来的结果的result 然后把自己的result赋予 这个地方 h3 显示出来18这个结果 这个呢 就是整个咱们今天的流程 数据流程 咱们大家要加深理解 好吧 今天给您共享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稍微有点难度 希望您呢 能够消化理解一下 如果您不明白的地方呢 请给我留言 我呢 都会给您做一一的解答 那么好吧 今天的代码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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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